你会知道说那个面包里面有人共相亲吗 谢谢大家关心 深陷炒股和胖达人代言风暴 不止小S以证人身份遭到检调约谈 连老公徐亚军和公公徐庆祥通通都遭殃 不过现在有人爆料 说小S出世前曾赐泰国法力刺青 希望可以消灾解恶 周刊报道小S在佛牌店安排下 在台湾接受泰国阿赞的法力刺青 由于担心影响代言 所以首度尝试透明油刺 所谓油刺就是用泰国人缘草提炼出人缘油 一针针刺上身看起来也不明显 之前看是看到安洁丁要穷力 所以他有刺了一条金纶跟老虎 所以因为这样才去看看泰国刺青 比较墨色刺青以及透明刺青 一种就是传统常见的 另一种则是透明的 刺完当下红红的但很快就会退掉 不少艺人包括演言还有DJ卢比都曾尝试过 不过刺青时不但要口念经文 还要遵守戒律 不能做坏事也不能让法力刺青 被跨到做到或踩到 否则法力会消失 爆料者怀疑小S是不是犯戒 才会惹祸上身 在还没得到证实前 只能说一切都是巧合啦 东森新闻 沈锦阳林玉仁在台湾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